在上海有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或者物体 而锦江乐园的上海大转轮 一直是很多人的记忆 尤其是有的网友说是爱情的味道 有一点青春的记忆 那其实我原来住在锦江乐园一段时间 对这个标志性建筑是很有感情的 看到这个地方就基本上看到住的地方 所以在高架上面经过 或者站在远处能看到它的地方眺望的话 总觉得这个地标就是新的一处归属 但是摩天轮大转轮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 几十年了 这个东西年久自然会失修 曾经几度发生过停转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如果一直转下去 也一定会出现新的故障 所以网上流传出有这个拆除的想法 而原方也回应 确实有这个想法 有改造的想法 至于是拆除还是另建一个还是怎么弄 现在还没定论 当然这个上海大转轮 在上海来讲它并不是唯一了 现在在很多地方也都有这个大转轮 作为游乐的一个设施 那在世界上大转轮也很多 你像伦敦眼就是挺有名气的一个地方 当然放在锦江乐园这个位置 它是对于护敏高架上来往的汽车来讲 都是一个清晰的坐标 当然也是伴随了很多人上班下班的路 这样一个设施能够怎么样优化 还等待大家出一定的主意 欢迎您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一起讨论 这个东西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忆 它未来应该怎么样调整呢